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是坐上單架 不停摸著頭 原來剛剛都準備踏上公車 下一秒車子卻被撞跑了 他一個驚嚇往後摔 然後有驚嚇到跌倒 然後後腦勺有稍微腫起來 照獲的是殺死車 車頭毀損 駕駛輕傷 警方必須釐清 肇事原因 另外倒楣客運停在路邊 車尾凹了一個洞 碎撞嘛 我殺不住 那個病毒也都壞掉了 車禍發生在南投普務公路 台一農場附近公車站台旁 停車載客被追撞 又波及對面手裡車 最倒楣的還是這位78歲婆婆 攔車之後看到車門打開 才剛要踏上去 就募集兩台大車撞在眼前 驚嚇倒宅衝 三立新聞 吳坤宇 南投報導